奥沙利文,中国是我的天堂,拿到拘留权就长期定居中国,球迷们点赞。 目前正值斯诺克休赛期,经历了一个赛季的球员们也难得清闲,旅游,受邀打表演赛,训练成为了大部分选手的日常,奥沙利文自然也不会闲着。 近日梁文博出席某发布会时表示,为了感恩家乡惠州,本月16日斯诺克世界冠军城市巡回表演赛将在惠州开打,届时他将和奥沙利文共同接受民间高手的挑战。 奥沙利文被誉为斯诺克世上罕见的天才型选手,因为球风,也因为性格,在全球拥有着数以千万计的粉丝,作为一代斯诺克领军人物,多年来做火爆的人气选手,一言一行也备受媒体和球迷们的关注,总想从他的话语中,看出真实的想法。 表演在海内开始,奥沙利文便迫不及待的来到了中国,并且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,和网友进行了一番互动,更透露自己要来中国定居的消息。 奥沙利文在推文表示,中国很喜欢和其他国家交朋友,也许英美应该学习一下这样的代客之道,并且尝试使用这种交往方式。 看到奥沙利文的推文,有位国外网友也写下了自己的感受,在中国的三周假期,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,不管是历史、文化、自然和美食都超棒。 对此,奥沙利文迅速回应表示,我很赞同你的看法。 随后,奥沙利文再回复以为网友是透露,等我中国居留权,身份到手后,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待在中国。 这么爆炸性的消息,马上引起了中国球迷的关注。 有球迷问到火箭是否在中国添置了房产。 奥沙利文表示,我在那里什么都有,地球上中国就是我的天堂。 关于奥沙利文是否定居中国,会在哪个城市居住,目前尚且不知。 但结合近几年来,他对中国流露出的好感来看,他的这番言论显然是真的。 2012年国锦赛落户中国后,面对中国赛事的增加,奥沙利文就表示,如果能居住在中国就好了,事实上我最终的职业生涯在那,在那里我很受欢迎。 对于这件事,大部分中国球迷还是表示很开心的,说不定某天早晨下楼跑步,就会和自己的偶像偶遇。 不过有些球迷则因为他往年堆中国的言论,表示没有好感。 2008年中国公开赛,奥沙利文惨遭已轮游,赛后发布会上,心情不好的奥沙利文面对记者的问题,直接用英语骂出,去他妈的鬼。 这是世界上最常的问题,甚至面对众多记者,还用一连串猥亵的动作,和自己的伙伴开启了玩笑。 四年后2012年中国公开赛,奥沙利文还是未能走到最后,四分之一决赛输给马奎尔后,奥沙利文叼着烟走进新闻发布会厅,当时坐在椅子上的他,是不是很享受的朝天吐着烟圈。 当时有记者问奥沙利文,在英国比赛的发布会也这样吗? 奥沙利文则表示,在英国是禁止室内吸烟的,不过这里是中国,大家可以随便点,上个赛季,奥沙利文曾表示,也许会因为拍戏而退出世锦赛。 同时还说道,六月初会在中国做一些事情,相比比赛而言,他会把去中国放在第一位,最终他参加了世锦赛。 这次或许就像他说的那样,来中国做一些事情,不得不说,多年前的那个火箭变了,现在他真的把中国看成了第二个故乡。 对不起。